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电磁学的第二部分 电磁波 因为波电磁波 我不是一下子就开始讲电磁波 我们还是对波的现象做一个复习 因为我这个课程不是针对应届的 我可能就是有很多同学已经离开学校很久了 所以他一下子来学这个 他对于波的概念不是十分清楚 所以我们就先把波的现象做一个复习 以后我们再来进行到电磁波 这样的话才比较有效果 要不然听了半天没有效果 好 我们首先看波的现象 大自然的现象 我们可以以大自然 就是用物质跟波的形态表示出来 就是我们放眼看过去 不是物质就是波 波又可以分为 我们所学过的波有弹性波 电磁波跟物质波 三种 这个是我们普通物质都学的 最简单 因为它比较容易具体化 看得见 这个电磁波是我们现在要谈的 那么在近代物理里头 就有所谓的物质波 在物质的这个介质里面 如果某一个地方的指点受到饶动 本来它都不动 这一点受到这个饶动的时候 它这个饶动的现象 会传到周遭其他的点 它的传递就是以波的形态传递 好像绳子 你拿着绳子 你在这一段抖一下 它会传到另外一段去 弹簧也是一样 弹簧波跟水波 弹簧波也是我们常看的 水波 我们也不晓得什么原因 到有水的地方 总喜欢丢一块石头下去 只是为了要看它的水波而已 运动中的指点 也伴随着一种波 叫做物质波 如电子波 中子波 电子在运动 中子在运动 它都有一种物质波的存在 由于这个弹性波跟电子波函数 有许多相似之处 很多地方相似 所以我们在讲电子波之前 我们就对弹性波的函数 跟它波所具有的性质 之间的关系 来做一个简短的复习 因为它有很多相似之处 那弹簧波我们学过了 而且它是比较具体化的 因为像神波 弹簧波我们都看得见 电子波你是完全看不见的 我们先用看得见的 学过的 把它的函数 波的函数 跟种种 波的性质 我们来做一个复习 弹性质是由物质的振动而产生 它的物理观念比较具体 所以我们现阶段 就是讨论 普通物理里面讲过的弹性波 是做个复习 做个复习而已 比如说我们看到水坡 到水的旁边 丢一块石头就是水坡 然后绳子一抖 这边一抖 它这个坡形就会传过去 弹簧波也是一样 你这样子一拉一伸 它就会这么传过来 你看有比较密的地方 比较舒的地方 传过去 如果你是上下抖动 它也会传过去 这就是我们看的弹性波的部分 不过我们针对的是 神波跟弹簧波 这种比较容易的 水坡其实很复杂 它有重坡又有横坡 所以我们不谈水坡 现在我们谈重坡跟横坡 横坡 它的代表就是 用绳坡 一根绳子 你另外一端 你把它系在墙上 你在这一端用手 提出它上下正当 于是它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 脉坡 这个脉坡呢 会传过来 你三小震动 它是产生一个这样的坡形 这个坡形会传过来 这就是横坡 横坡 横坡的这个特点就是 指点振动的方向 与行进的方向垂直 坡是往这个方向行进 而你把这个指点振动的方向 是这个方向 所以这个振动方向 跟坡的行进方向 垂直 这个叫做横坡 叫横坡 Transverse wave 好 重坡呢 像这里有一个空气柱 这里有一个piston 就是一个活塞 你手拉这个活塞 前后推一推 这个当中啊 它的坡空气 有的地方密 有的地方疏 有的地方密 有的地方疏 你就会看到这个密的地方 不断地往这边前进 疏的地方 也不断往这边前进 当然你这个看不见了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用各种的方法 比如说 我们在底下 可以铺一层的巨穴等等 你可以看到 有疏的地方 这个巨穴就比较 巨穴 反而比较高 这个地方巨穴反而比较低 就一堆一堆的 那所谓重坡就是 你震荡的方向 跟坡传播的方向 同方向 那么这就是重坡 Longitudinal wave 那么电磁坡 电磁坡 它同时有电厂 比如说这是电厂 这个是磁场 电厂朝这边震荡 磁场就朝这边震荡 空间同时有电厂跟磁场 而电厂 在同一时间 不同的位置 大小不同 那么磁场 跟它垂直 是这一套 是跟着过去的 等等这个跑下来了 这个坡风跑到这边来了 这个是电磁坡 电磁坡里都包含电厂 跟磁场的函数 那么弹性坡呢 我们一定要有介质 才能传播 好像我们声音 是一种重坡 它要靠空气 或者是某一种物质 才能传播 起码你要空气 才能传播 所以你到太空去了 声坡没办法传播 它要靠电磁坡 电磁坡不需要戒指 真空就可以传播 因为它是电厂跟磁场 这个真空里头可以存在 这两个厂都可以存在 现在我们就看 你如果单单看水坡 产生的涟漪 你看久了也没什么看头 你看绳子这么抖动 你看惯了也没什么稀罕 我们不是看它的震荡的现象 而是说它这个震荡 震荡 它是随时间在改变的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 震荡的情况 随着位置 随着时间的状况 把它写出来 然后看看它可不可以运用 这就是牵涉到坡的函数问题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我们拿个绳子来看 家庭就是一条绳子 在T等于0的时候 你在这一边 让它产生一个脉波 血脉的脉 脉波的脉 脉波 它是这个形状 T等于0 这个形状 Y等于0 Y跟X有什么关系呢 你可以量出来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Y是多少 0 X是多少 这个地方的时候 Y是多少 X是多少 这个地方是多少 Y是多少 X是多少 你得到一连串的数据 你就可以把这个波形 用Y跟X表示出来 Y 当X等于什么的时候 它等于多少 这个就是整个的Y字 你可以把这个函数 这就是函数了 把它写出来 T等于0的时候 你可以借助量册 把它写出来 但现在 当你的波 一旦形成以后 它会往这边运动 这边等数的运动 假如你这个张力 什么都保持一定 等数运动 T秒钟以后 这个波 就跑到这里来了 这是同一个绳子 不过这是在T等于0的时候 在T等于T的时候 我们说 它跑到这里来 那你现在可以 把这个波也写出来 这个波写出来呢 它就是T等于T的时候 你说 我还要不要再量一次啊 你再量一次也可以啊 我们说不需要量了 因为 这个波 在这里 现在在这里 T秒钟以前 它在这里 所以 这个值就是T秒 以前的这个值 这个值 就是T秒以前的这个值 所以 T秒的时候 YX的关系呢 就是等于你现在这个 X 在T秒钟之前 X减VT 就是X X减VT就是这里了 这个之前 所以我们说说 所以以后一个函数啊 一个波就是有这种形状 波函数出来 这波函数你怎么写呢 有一个方法就是 我们 我们开始让它产生波 这个时候啊 就是T等于0 我们就用照相的方法 一产生波我就按下快门 咔嚓一下 这个就在 照片上露出来 是这个形状 那你就可以把 这个Y等于多少 X多少 把它关系找出来 就可以把FX写出来了 你就有这个函数 对不对 有了这个函数 那T秒钟的函数是什么呢 T秒钟的函数呢 你也不要照相了 你就把这个函数 凡是有X的地方 都把它写成X减VT就可以了 X减VT就可以 就说T等于0的时候 它是这个函数 我可以量出来 T等于T的时候 我只要把X的地方 写成这个就好了 好 现在我们就 来看一个正旋坡 我们常用的 我们的坡就是用正旋坡 不管你是Sign表示 还是Cosign表示 我们都称它叫做正旋坡 因为我们所有的坡 只要你是有周期性的变化的坡 我们都可以用一系列的正旋坡 用Full Theories把它表示出来 所以正旋坡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看看一个正旋坡 假设在T等于0的时候 有一个正旋坡 它可以写成这个形状 这是一个常数 这也是常数 这个是位置 这个是时间 T等于0的时候 好 那T等于T的时候呢 我刚刚说过 你只要把这个X 改成X-VT就可以了 你起初不是这个吗 那我现在就把它改成 XT 就是这个里头的X 把它变成X-VT就好了 这就是任意时刻 这个的一个扑寒数 它是正旋来表示出来 里头这个Lamina是个常数 YM是个常数 那X跟T是自变数 就是说这是代表位置 这个代表时间 这个位置就是你这个戒指里头 某一个指点的位置是在哪里 这个是时刻 时刻 那它在震荡 震荡的时候啊 因为它是正旋来说 所以它一定是 比如说上下震荡 它一定是对到某一个轴 上下震荡 对称的 对称的震荡 那么Y就是 在某一个时刻 某一个位置 这个指点 它的位置在哪里 等到我们看图就会清楚 这样讲我们不太容易了解 好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任意时刻的正旋波 你没办法画在纸上面 你可以用四波器表示出来 你电脑里头也可以看得见 但是你在黑板上 但是你在黑板上 在荧幕上 像我们这个 PowerPoint就没办法看 你就得把这个公式 把这个函数写成两部分 两部分来看 好 我们现在 怎么搞的 没有出来了 这一页漏掉了 这个是T秒钟的时候 第四章又是这个 这个大概忘记打了 这个函数 就是说我们前面这个 等等我们 我们先用这个来看 我们先假定 T等于0 T等于0 T等于0的话 Y就等于这个东西 等于这个函数 我们就把这个函数 画出曲线来 画出曲线来 就是这样子 T等于0的时候在这里 不是 X等于0的时候 这是T等于某一个时刻 我们就假定T等于0 X等于0在这里 X增加呢 它就跑到这里来 然后 然后X再增加 它就跑到这里来 那么整个 整个过程 我们画出来的话 就是说T等于0的时候 那个时刻 我们把Y跟X 画出来 Y跟X画出来 曲线是这个样子的 好 那么这个最大的这个地方 就是正乎 我们就是 就是他这个位移 你看他这个指点 都是从这里正到这里 从这里正到这里 从这里正到这里 这就是最大的正乎 这叫正乎 然后这个波形呢 你看 这是一个 一段 一段到这里又重复了 又重复 我们可以从这里看 这一段 到这里又重复 到这里再重复 所以 从这里 再到 又重复出现的 这个地方 这个长度 我们就称它叫做 波长 Lebna叫做 波长 波长 然后这个呢 这个图 就是我们 把原来的这个 式子 把X当作0 Y等于Ym乘上 负的Sine 2πLebna over 2πLebna乘上VT 那么画出图形来呢 对 这里有 刚刚那个图 是多余的了 这个地方 有了 这个就是 我们把它分作 两部分 刚刚那部分 不要看 T等于0的时候 波形就变成这个 你看 X等于0 它在这里 X增加一点 Sine函数就增加 对不对 到X等于Lamina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2π了 增加一个2π 又跟原来一样 所以 这个我们知道 就是最大的 震动的位移 最大的位移 我们称它叫正伏 这个呢 从这里到这里 或者从这里到这里 或者从这里到这里 就是重复出现的 这段距离 我们称它叫做 我们称它叫做 波长 Wavelength 叫波长 第二个 我们就把 X当作0 就剩下这个值 这个就是 你看T对0的时候 在这里 T增加 这个值增加 但是它是负值 所以它就是变小 它的波形是这样子 它最大的振幅 这就是X等于0的时候 任意时刻 就是我们看了一点 这一点 起初在这里 然后随着时间的前进到这里 然后到这里 然后又回来 它始终在这里增大 它X不改变了 那么 时间的话呢 就是这样增大 好 这个还是正伏 这个就是 所谓的周期 Period 它重复出现的这个时间 叫做 相邻两次 重复出现的时间 叫做周期 OK 好 我们 回过头来 再看这个 这个应该在后面 这一张就对了 这个应该 它变到这里来就对了 变到这里来 持续弄错了 这个叫正伏 Amplitude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波长 Wave length 这个叫做周期 Period OK 好 周期的导数 周期就是说 它震荡一次 要多少秒 震荡一次 要多少时间 比如说震荡 一次要几秒 那么反过来 一秒钟震荡几次 这个叫做频率 它的导数 就是这个 所以 V 这个就等于F 这个等于F分之一 所以我们就有 V等于F lam 这波的行进速度 这个要记起来 这个 不管是什么 波都有这个 关系 你是弹性波 你是行进波 你是电磁波 你是物质波 都有这个 关系 要记起来 OK 好 现在我们就讲 波的 常用的形态 波函数 常用的 我们以后常常出现 有这个样子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 一个形态 现在这个形态 就是X等于 某一个位置 任意时刻的时候 这波函数是这样子 我们还有一个形态 就是 把这个 Lamina分之一 乘进去 2π X over Lamina分之一 好 这个乘进去 你看T 我们看这个 Lamina在这里 我们知道 Lamina乘F 是等于 是等于V 所以就是 这就变成 这个乘进去 就变成T over 大T F 这个乘进去 Lamina乘F 是等于这个东西 所以他 这个比上这个 就等于F F就等于T分之一 这是另外一种 这是另外一种 形态 写成这种形态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个地方是 它的波长 这个 X前面的系数 是波长的导数 T前面的系数 是周期的导数 最后我们可以 最常用的是 这个形态 这个就是 我们把 2π 乘进去 2π Lamina 我们令它 等于K K呢 我们称它 叫做波数 叫Wave Number 它的单位是 Radians Per Meter 那这个呢 2π over T 2π over T 也等于2π F 就叫做Omega 我们称它 叫Omega Omega 叫做角频率 Angular Frequency 这个是定义 这个要记起来 常常用 这个都要 平常都要 接着做吸体 你把它弄得很熟才可以 好 现在我们就看 我们的波呢 在行径呢 叫做行径波 就是 行径波 像这种 波就代表一种行径波 将来我们画一个图给各位看 好 这种波 我们前面只是写 YM Sine KX Omega T 对不对 那就是说 你随便指定一个 什么样子 波就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不是 这个波在动的 波在动的 某一个位置 某一个时刻 它是什么样子 但真正的这个波函数 并不是这个样子写 它后面还有一个 还要 有一个 常数 还要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要决定了以后 才可以 就是说 我某一个时刻 某一个位置 它是多大 然后可以把这个决定 决定的时候 我才知道真正的波函数 是什么样子 所以波函数不是你说它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 它自己正当是什么样 就什么样子 你就得迁就它 这个阔弧里头 这个角度 是正旋函数的角度 我们称它叫做波的像 叫做face 又叫做face angle 这个叫做face 这个像中有一个这个 fi 我们称它叫做出向角 这个也叫face angle 这个叫做出向 叫出向 也叫做出向角 出向角 出向角通常要 通常你都不知道是多少 要等到 你决定以后 你知道一个数据以后 决定它是多少 然后你才能写出来 你才知道整个波函数是什么样子的 好 那么这个波函数 这个出向角 你改变它 它不会影响波的形状 它是正旋还是正旋 余旋还是余旋 你这个随便改变一个量 它原来是一个波降震荡 你随便改一个好了 加一个40度 加一个30度 它波形不会改变 它什么会改变呢 就是 它某一个位置 某一个时刻 这一点 这个坡的位置 会前后挪动 就是它的坡的形状 不是你原来 T的零的时候 X轴上是什么 X的零的时候 T轴上是什么 不是那个形状 现在我们来看 看两个坡好了 有A坡 有B坡 A坡 B坡 两个坡 A坡的 出向角 A坡 它有个出向角 B坡呢 出向角是零 你说这两个 就是差一个Fi而已 那个它的形状 都一样 形状没有改变 它改变了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Fi 归并到这里来 把这里提出一个K 那这就变成K 减个Fi over K 对不对 减Omega T 从这里 从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把它归并到这里来了 它就变成K X解Omega T 加上反应这个 好 那现在我们看 B坡还是它 那你看看A坡 A坡 A坡 就是说 它现在 A坡比B坡 它的X 比它超前一个 你看 这个都一样 对不对 T秒钟的时候 B坡在这里 A坡在这里 A坡在这里 A坡呢 要超前B坡 就是比它早一点出去 早一点到达 一个 比它早了一段距离 就是这个距离 就是这个距离 然后看这个呢 就是看这个图 本来 B坡 是在这里 A坡呢 它是等于T 负的一个 本来就是负的 它就减掉一个 Five over Omega 那就表示 B 就是 A坡 提前一段时间 到达 就是说 时刻都相同 这是位置都相同的时候 位置都相同 我们就看到这个是 A坡先来 B坡 这个时刻都相同 我们就看到 B坡在这里 A坡在这里 B坡在这里 它比它先了一段时间 好 这个就是 当位置都相同的时候 它是 A坡 先到达 A坡先来 这是 这是A坡先来 先看到这个 当A坡走了 B坡才来 这个 这个是 T是画在这里 如果你这个是 X走的话 这是这一点 T对0的话 A坡先到达 A坡先到达 然后才来 B坡比A坡先到达 B坡先到达 B坡先到达 B坡在前 先到达 然后才是A坡 这就是说 你这个Fy 只是改变它这个 在Y跟T X或者Y跟T 这个图形里面 函数的位置而已 位置的先后而已 好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好了 我们下一次 再继续来看 行进坡 好 我们今天要看 行进坡的坡数 我们前面所介绍的 像这种形态的坡 它表示一种行进坡 为什么是行进坡呢 我们看 你把这个坡 画出来的时候 某一时刻在这里 等一下就跑到这里来 再过一会儿 又跑到这里来 我没有画 那就是说 这个坡 你看它的坡峰的话 这个坡峰好像会移动 其实不止坡峰 你看它坡谷也是一样 坡不会移动 看任何一点 相对应的那一点 也在移动 所以这种坡呢 我们称它叫做 行进坡 好 那么 这个坡在行进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多少呢 你怎么算它的速度呢 好 我们现在就这样子看 比如说一个坡在这里震动 你眼睛要看它 大概都是看这个坡峰 或者是坡谷 你不可能看这一点 因为这一点 等于能跑到这里来 这个高度你不好掌握 这一点很容易掌握 这一点也很容易掌握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所以我们眼睛看到的 不是坡峰就是坡谷 假定我们现在专注在这个坡峰 这个坡峰 比如说在这个时刻的坡 它的坡峰是什么呢 坡峰就是当这个向脚 是在二分之排 这里是二分之排 等等跑到这里来呢 就是二排就二分之排 也就是说当眼睛注视坡峰的时候 向脚的值就等于二分之排的 二N加一倍 就等于二分之排 加上二乘上 再加上二N N就是从 一二三四五六这样加上去 整数就对了 所以这个就代表 不是这里就是这里就是这里 你眼睛就看到它这个 而这个是什么 是个常数 那么这个向里面呢 或者向脚里面 K是常数 Omega是常数 出向脚也是常数 那么X在前进 时间 时间在不断的前进 所以它要保持这个值的话呢 这个X也不断的前进 加大才可以 所以X跟T都是变数 那么我们把这个 式子微分一下 微分一下呢 V就等于DX over DT 它等于Omega over K 因为这个微分就是零了 就是零了 那么这个V是什么呢 就是代表这个波峰 这个位置的时间变化率 那就是它的速度 这个就是波数 波数也等于Omega over K 前面我们讲过 V是等于 Frequency 乘Lamina 这个都要记住 这个波呢 它是向X的正方向 向X方向行进 正方向行进 因为这个是正的 如果我们拿这个波来看 这里是加Omega T 也是一样 你要看它的话 还是看它的波峰的位置 那么我们把这个式子 微分一下 V等于DX over DT 就等于负的Omega over K 那么波呢 是向负X方向行进 V称为波数 V Velocity 它另外有一个名称 叫做传播速度 Propocating Velocity 或者呢 另外还有一个名称 叫做Face Velocity 叫做像素 所以以后我们看到 这样的一个波 这里如果是负的话 它就是向正X方向行进的波 如果这里是正的话呢 这个波就是向负X方向行进的行进波 好 那么我们刚刚算出来 V是等于Omega over K 可是我们前面也说 V等于Lemna over F 这个就可以画成这个 这个也可以画成这个 OK 因为K等于2Pi over Lemna Omega等于2Pi F 你把它带进去就变成这个 好 当我们一个题目 要我们用一个波函数 来表示一个特定行进的波 这个波特定的 就是它有它原来的样子 这个波函数的时候呢 因为你不知道原来的波函数啊 我们就假设它是这种形态 或者是正的 或者是负的 如果像X正方向行进 你就用负的 如果像X的负方向行进 你就用正的 好 那么假设是这个 好 那么我们要决定 这个里头的Fi值 你也可以用余旋的形态 假定 它是余旋形态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说的YM Fi跟θ是一个常数 那么我们就要有某一个 特定的行进波 这是某一个特定行进波 它在某一定的时刻 T 以及特定时 特定位置 X的这个函数 T是某一个特定时刻 X是某一个特定位置 你把它带进去 然后你求YM 求Fi 求θ 求出来 你就知道 这个波 这特定行进波 应该是什么 就是说 这个Fi我们不知道 起初的这个出向 或者这个Sita我们不知道 你定出来以后 那这个就是确定了 好 那现在我们要介绍一个叫做向量 Facial 因为用向量来表示一个波 我们刚刚写的那个波 有它许多的好处 有它许多的好处 向量呢 Facial 它有一些 就是说向量 这就是我们的波 行进波 我们 我们要观 就是说这个时候 我们要看它这个波 是随着位置 跟时间 在变化的 在变化的 你写出这个函数 你对它 它对你来说 只不过是一个数学式子而已 假如我们把这个东西 划成所谓的向量 你就会看到它的好处 好 我们现在只看它 对时间的变化 那么我们就假设后面这两项 那么是等于5 等于这个5 那么这是一个常数 常数 就是说位置确定了 那么这个5确定了 它就随时间变化 这等于定值 那么所谓的向量 Facial 它的特性有一点像什么 我们的Vector 像我们物理里面的向量 因为它也有大小 以及方向 也可以用键号来表示 但是向量 这个Facial不像Vector Vector可以在空间平移 这里有个Vector 它要跟另外一个Vector 做向量合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移到 另外一个地方去处理 但是Facial不行 Facial呢 它的间围 只能固定于某一个位置 那么肩身就是绕这个位置 在旋转 只能固定在某个位置 如果这个肩身 在绕这个位置旋转的话 那这个Facial 我们就称它叫做 转子 Rotor 就是说向量 它好像是一个Vector 不过呢 它的间围不能动 间围固定在某一个地方 如果肩身在动 肩身只能够绕着 肩尾在旋转 那么旋转中的这个Facial 我们就称它叫做Rotor 等于我们就会看到它的好处 比如说我们的Po 有这种形态 有这种形态 我们现在就令这个 是一个转子 就是说这个 不是这个就是一个转子 它在纵轴跟横轴上面的投影 那么这个转子呢 它的大小是Y 大小是Y 间围固定在这里 这个叫向量 如果说这个箭头 绕着这边旋转 它就叫转子了 这个量叫做向量 这个叫做转子 比如说这个向量 Facial 它起初的时候 T等于0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 那它跟横轴之间的夹角 就是Fy 就是Fy 这个是一个固定值 T等于0它在这里 然后呢 它开始旋转 以Omega的角速度 朝这边旋转 那么Omega T 经过T秒钟 它就跑到这里来 好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 这个Y 跟横轴之间的夹角 就是Omega T加5 Omega T加5 转子 跟横轴之间的夹角 就是Omega T加5 那你看 当它在这里的时候 它在横轴上的投影 就是Y Cosin Omega T 这不就是我们的 刚刚讲的那个向量吗 对不对 它因为在这里转 这个值呢 是随着时间在改变 T等于0在这里 T等于0 这个向量在这里 T等于T Omega T在这里 它转到这里来 这个就是 从这里 到原点 因为这里到这里是5 是5 这里到这里的转角 这个 就是Omega T加5 它在这里转 那么 就代表这条虚线 不断地往这边去 所以这个 这个线就是这样子 不断地前进 因为它 在这里的时候是最大 在这里的时候是最小值 在这个地方 跟在这个地方的绝对值 都是最大 这个地方的绝对值就是这个 这个地方的绝对值就是这个 所以它就以这种形态 在前进 那我们再看 那我们再看 这个向量 在重轴的投影 大部分就是Y Sine Omega T加5 对不对 那我们也说 在0的时候 它在这里 T等于0 T等于0在这里 然后 前进 到这里来 它到 转到这里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正好是这个位置 从这里到这里 就是YSine Omega T加5 转到这里来 这个值最大就是这个值 好 再转到这里来 转到这里来 这是0 0 转到这里来呢 是负的 它转到 转到这边的时候是负的 这边是最大值的 这边就是负的 所以它是朝这边去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转子 我们可以 行进波 其实可以用一个转子来表示 就是转子 在横轴上的投影 就代表Ycos Omega T加5 在Y轴上的投影 就是YSine Omega T加5 这就看这个A图 这个我们刚刚都 都讲过了 都讲过了 它就是B是 就是它在这个地方的投影 B图 这个地方的投影 0的时候 它在 这里就是 T等于0 它这边的就是 原点 这个地方的 这个值最大 它这样转 这个波就是这样子跑 它这样子转 纵轴上的投影 就是这样子算上去 这个我们都讲过了 那现在我们就称为 这个角 Omega T加5 叫做向量 Facial的向 向量 Facial的向 或者Face Angle 叫做向角 那么这个Five呢 叫做出向角 出向 或者叫做出向角